《圣泳》 加入他宇宙的大合唱 就是赞美天主的队伍 无论是高天的 是下地的 是海里的 通通通通知 无论是死的 是活的 是以什么形态出现的 总之只要是万物的一员 就请来赞美天主 因为天主始至存在 因为天主是一切的根源 而因为天主的名 只有天主的名 当得起这一切的歌颂和荣耀 我们先稍微读一下 我比较快地读一下 因为这首圣泳 也不用什么分什么段 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神学思想 他就是从开始到结束 就是邀请天地万物来赞美 因为他太开心了 好 圣泳148首 阿雷路亚 请你们在天上赞美上路 请你们在高处赞美上路 他的诸位天使请赞美 他的一些君律请赞美 他太阳和月亮请赞美 他灿烂的诸心请赞美 他天上的诸天请赞美 他天上的大水请赞美 他愿他们其来赞美上路的名号 因为上路一命 他们立刻受造 他确定的位置留置永恒 他颁布的规律永不变更 请你们在地上赞美上路 海外和海深处的种水族 还有电火与冰雹 白雪和云雾 以及遵行他命令的狂风暴雨 山月和一些丘陵果树 和各种松柏叶 树和一切牲畜 各种爬虫和鸟类 地上的猎王和万民 地上的元首与公亲 少年人与童真女 老年人与儿童女 请你们赞美上路的名字 只有他的名字高贵 他的尊严远远超越天地 上路是自己百姓的头角高颂 他是他一切圣徒的赞颂 其接近他的以色列子民的光落 很畅快的一首圣勇 我记得相类似的 大概是圣勇113首 普成了一首歌 我哼一下其中的 应该是江洛月普的曲子 也是很美的 大同小异的 因为圣勇里边 他分好几大类嘛 其中有类就是赞颂天主的圣灵 尤其是这些 邀请万物赞美天主的圣灵 都是比较相似的 阿雷如亚阿雅阿雷路亚 上主的仆人 阿卿 赞美上主 请歌颂上主的名 愿上主的名 受送扬 自私情世直到永远 自日出到日日末 愿上主的名 受送扬 上主超越万民之上 他的光辉临家主天 谁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所欲至高之处 他在上天下的 绝固卑微的人 后面还有 你们可以找到这首歌曲来唱 因为赞美天主最好的方法 还不是念的 当然就是唱 而且是大声地唱 带着情感地唱 跟别人一起唱 这样才显示出这种赞美天主的 你唱我唱 大家一唱就是一个力量 你知道在教会的 美台弥撒神父所念的 宋谢词的结尾 就是我们不是说 神父先有个对话 愿主你们同在 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行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 请大家感谢我们的天主 然后说 念一大段 最后说 因此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诸圣 一起歌颂你 赞美你 不停地欢呼 是不是 天上的 地下的天使 圣人通通一起来歌颂 那毫无疑问 弥撒圣祭 是歌唱赞美天主的顶峰 那这种圣人 我们也不用去 去怎么仔细 分析它 也没有什么可分析的 你就是带着 十足的情感 去赞美天主就好了 因为赞美天主 是我们的荣耀 人在这个世上 能赞美天主 就是一个力量 一份荣耀 这是我们的尊严 我们赞美天主的时候 我们便有人的尊严 因为人之存在 是由天主而赐予的 所以我们赞美 我们赞颂 我们赞扬上主 赞扬他的奇妙化工 特别在我们身上的 救恩工程 加入宇宙的大合唱吧 不要把嘴巴逼起来 嘴巴张开的时候 也没事的时候 也不要谈八卦 就赞美天主 有一本书叫做 赞美的力量 你们有时间可以读一读 看看那个赞美天主的力量 真的是大的不得了 大的超出我们的想象 人越赞颂越快乐 越快乐便越赞颂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当然天地万物之中 人以口以心来赞美天主 万物以它的存在 以它本有的面目 来赞颂天主 但是不管是人还是万物 都是天主所造 当然像今天 圣友的最后一句话 已经说了 作者说 上路使自己的百姓 展露头角 意思是在天地万物当中 天主特别是人 而在人之中 天主又特别是 以色列子民成为他特殊的首造 成为他的光荣 成为他在世上的一个光彩的标记 但无论怎么样 天主才是一切的根 才是一切的当得起的赞美 这种圣友很相似 达尼尔先之书当中 三圣童在火摇当中的祈祷 也非常相似 圣方济各的太阳歌 所以这种圣友应该基本上是在冲军之后回来的作品 而且你也可以把这种圣友当作创世纪开篇 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诗歌版 当然那也是一首诗歌了 不过这是一首更是更有节奏 更有韵力的一首诗歌 就是单独的就是赞颂 在圣奥斯定的伟大的杰作 颤悔录的开篇 圣奥斯定是这么说 主啊你是伟大的 你应受一切的赞颂 你有无上的能力 无限的智慧 一个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 愿意赞美你 这个人带着死亡 遍体带着罪恶的证据 证明你拒绝骄傲的人 但是这个人受造物最渺小的一份子 愿意赞颂你 你鼓动他乐意赞颂你 因为你造我们就是为了 我们的心如果不安息在你的怀中 便不会安你 这是 颤悔录开篇 奥斯定就说 他写这个颤悔录要做什么 他要赞美天主 他要借着自己的回忆 自己的过往 好与不好来赞美天主 因为他知道 赞美天主才是他所寻求的 他所寻求的 在这个世上 这个世上的至高点 就是一个人能够赞美天主 各位弟兄姐妹 你可以想一想 你是怎么赞美天主的呢 你在私下里一个人的时候 是怎么赞美天主的呢 你会用诗歌来赞美吗 还是你只是念 你会赞美天主的时候 同时又 就是完全敞开自己 加入强烈的情绪 情感来赞美他吗 又特别你在公共礼仪当中 特别在米萨当中 你会开口赞颂吗 你如果把自己当作 语中万无大合唱的一员 一个合唱队的一员 来赞美天主吗 你会因别人赞美天主的时候 你也情不自禁地 要赞美他吗 如果是这样就对了 你就是受造物中的 那光荣天主的一份子 好 愿天主受赞美 赞美光荣 赞美他的时候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